第621章六合八黄金煞节 论神器品质 或者圣燕刀 还不能和天机灵相比 也没有阻挡它地力量 但是 有修罗神剑坐镇中央 别说一个天机灵 就是有十根天机灵在这里 只要没有它的允许 那也不可能进入分毫 渐渐的 美公子对于那道红光的感应 变得越发强烈起来了 那是一柄长剑 本身并不是红色的 但却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修长的剑身 带住的不是强大的气息 而是一种冰冷 并不是冷酷的那种冰冷 而是为了正义而审判 无所顾忌的冰冷 修罗神剑 也是审判之剑 乃是曾经神剑的执法之剑 美公子在突破成神的过程中 通过圣燕刀之前 与修罗神剑之剑的关系加强 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 他的剑一波动 尽管他的剑意是如此的冰冷 但当美公子的神石 环绕在他周围的时候 美公子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份冰冷之中 挤压出来的那一抹亲切感 冰冷是对外的 对他却是一种纯粹的认可 受到自身神石的刺激 也受到此时美公子升华的影响 那一道红光正在潜移默化地增强 红色变得越发地明亮了 天机灵依旧在外围想要冲进来 但只要一碰触到那红光的边缘 立刻就会如同触电一般被弹开 美公子背后那银色孔雀此时已经完全变得清晰起来 每一根维雨的灵眼上都散发着璀璨的银色光辉 那灿烂的光滑在已经变得阴暗的天空下 是如此的绚烂 而让孔雀大妖王也为之惊疑的是 那银色孔雀的双眸正在发生变化 原本荧光闪烁的眼眸竟然正在朝着红色的方向变化 但那不是邪恶的红色 而是带着一种无上威严的红色光芒 哪怕是以孔雀大妖王的修为 当他与这红光对视的时候 都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神石受到了激荡刺激 有种强烈的刺痛感 孔雀大妖王扭头看向唐三 唐三向他点了点头 似乎是知道他在因为什么而惊讶 陈生道 没问题的 他身上有一件特别强大的神器 这是神器的气息正在与他自身气息 通过渡劫生华而融合 对他只有好处 也能让他更好地应用这神器的力量 孔雀大妖王皱了皱眉 本命神器吗 在渡劫的时候与自己的本命神器相结合 当然是很重要也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 这红色 似乎并不是阵族神器天机灵啊 突然间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迅速回忆起了当初美公子展望特特时的那一道红色剑芒了 难道是那个 可是 那究竟是什么神器 孔雀大妖王只是隐约记的 当初那强大的红色剑芒惊天而起 带着漫天的辉弘 带着正义的审判 将魔器一分为二 甚至在他的气息面前 那些怨灵都无所遁形被瞬间度化 毫无疑问 这是一件非常强大的神器 可是 作为孔雀妖族的下一任组长 他的本命神器应该是天机灵才对啊 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间 天空中的阴暗突然一变 引得唐三和孔雀大妖王不禁同时抬起头来 原本阴沉沉的乌云 在这一刻突然变了颜色 因为一道道金色的电光正在乌云之间穿梭 这片巨大的乌云已经覆盖了方圆数十里范围 比当初张浩轩杜劫的时候 覆盖范围大了何止十倍 而此时在这大片的乌云之中 一道道金色的闪电正在纵横穿梭 低沉的轰鸣声也开始在节云之中响起 雷杰 终于就要来了 这 这是什么雷杰 看住天空中那一道道金色电光 孔雀大妖王顿时有种汗毛战力的感觉 哪怕以他大妖王巅峰的修为 都有恐惧的情绪随之诞生而出 唐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虽然在美公子杜劫之前 他就已经猜想到美公子的杜劫绝对没那么容易 但也没想到雷杰会来得如此凶猛 孔雀大妖王不认识这种雷杰 作为曾经的一代神王 他却是认识的 这是六合八荒金煞杰 唐三道吸一口凉气 如果说雷杰有段位的话 大概能够分为九个层次 普通的雷杰 如果微能是一 那么第二等级的雷杰 微能就是四 然后就是这样 以平方的倍数向上提升 第三层次的雷杰 微能是九 第四层次的是十六 第五层次是二十五 第六层次是三十六 到了第六层次的雷杰 微能就是第一层次的三十六倍 上次张浩轩杜杰的时候 他因为自身血脉之力也比较强 雷杰大约就是第二层次左右的 而此时美公子所面对的这种雷杰 名为六合八荒金煞杰 意味住什么呢 这玩意儿是第八层次的雷杰 也就是说 其微能是第一层次雷杰的六十四倍 而且 这六十四倍可不是简单的六十四倍 其中还夹杂住更恐怖的质变 乃是最强大的雷杰之一 绝对有毁天灭地的微能 简单来说 杜杰的时候 如果面对的是第六层次的雷杰 只要能够活下来 那就有皇者之姿了 第八层次 唐三怀疑 在这个卫面上 恐怕都是第一次出现吧 怎么会直接如此强大 在震惊的同时 唐三渐渐明白了 这是为什么 应该和自己是有关系的 自己这个外来者 一直都在被卫面所排斥 只是被自己用各种方式 来不断地掩盖 而美公子和自己在一起时间长了 身上自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气息 更重要的是 自己将他与修罗神剑联系在了一起 超神器是这个卫面没办法的 但是 毕竟现在修罗神剑 只是有一道剑意在这里而已 美公子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被卫面判断为异类 所以才会给了这么恐怖的雷杰出现 此时劫云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 哪怕是在家里城的方向 恐怕都能看到这一大片 被金光所渲染的恐怖劫云了 这种时候 根本不需要担心有谁会来捣乱了 因为根本没谁感到这样的雷杰之下 哪怕是皇者层次的强者 面对这样的雷杰都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怎么办 能不能请海神大人帮忙 孔雀大妖王急切的声音响起 他虽然没不清楚六合八荒金煞结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却很清楚 这玩意儿绝对有着毁灭性的威力 唐三深吸口气 道 别慌 六合八荒金煞结虽然恐怖 但既然是雷杰 总会有一线生机的 并来降挡水来吐掩 小美 雷杰马上即将降临 比想象中更加强大 但无论雷杰多强 你都要守住本心 本心不能被动摇 美公子轻轻地点了下头 背后的银色孔雀 缓缓抬起头 眼眸之中的红色 变得越发威严了 但却没有半分的胆怯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骤然响起 整个海面都因此荡漾起了大片 大片的波纹 唐三目光凛冽 沉声道 来了 就在下一瞬 一道金光瞬间划破长空 将下方的大海照亮 几乎是瞬间 就到了美公子头顶上方 第622章美公子杜结 层层叠叠地银色光纹随之扭动 无数的空间波动骤然出现 就像是在美公子头顶开启了无数的空间之门 那金光钻入之后 顿时周围有大量的金色光点在岛屿外散播开来 所过之处 海水都被映衬成了金色 大片的海水悄无声息地泯面 以至于海岛周围的海面都随之降低了几分 美公子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背后的银色孔雀身上 一道道金色电光缭绕 痛苦地挣扎住 唐三的声音响起 六合八黄金煞结 具有超强的穿透力 你以白虎变内蕴护体 孔雀变斗转心仪化解 虽然只是一道金色雷结 却已经看得孔雀大妖王心惊胆战 他甚至觉得 如果是自己当年度劫的时候 面对这样的雷结 刚才这一下自己恐怕就要受到重创了 轰隆隆 天空中又是一声剧烈的轰鸣 紧接住 一道比先前更大的金色雷霆 已是从天而降 美公子身前 一道白虎蓄影浮现而出 蓝色的眼眸看向空中 仰天发出无声咆哮 金光落下 曾给的空间再现 恐怖的金光又一次被传送在外 但美公子身后的银色孔雀 却是全身颤抖 金色电芒变得越发的剧烈了 以至于已经有一些银色光线 从他身上飞射而出 要知道 此时的渡劫才刚刚开始 白虎光影纵身一跃 融入到美公子身体之中 银色孔雀身上的闪电 顿时减少了一半 美公子自己此时的感受 是最为深刻的 当第一道金色闪电落下的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彭虎都被穿透了似的 全身瞬间过电 之前奔腾汹涌的气血之力 几乎是一下就顺畅了 彭虎就冲破了所有的阻隔 整个身体都随之沸腾起来 而当第二道雷霆落下的时候 他没有感觉到痛苦 感觉到的是自己全身 彭虎都变得通透了 无数金色的电光 在自己体内纵横穿梭 虽然自己的血脉之力 已经尽可能地 在吸收这份力量了 但这份力量实在是太过霸道 空间元素在他面前 都在不断地明面 但只是两道雷霆过去 他精神之海内的大量精神力 就已经收到刺激生腾 金光荡漾之中 转化为神石向内融合 轰隆隆 天空再次明亮 这一次 足足有三道金色雷霆 从天而降 顺闪而至 银色孔雀骤然张开双翼 猛然飞起 额头上 一定白金色的冠冕 绽放出璀璨光彩 无数空间之力 化为点点心芒凝聚 当那金色闪电落下的时候 被点点心芒阻挡 金色电芒顿时 在这些星光中 飞速地闪烁穿梭 以至于心芒纷纷暗淡 散乱的金色雷霆 随之再次落在了 银色孔雀身上 银色孔雀身体迅速暗淡 大量的电芒纵横 压迫得他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地面上 美公子翘脸上 第一次流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但下一瞬 肃杀之气已经从他身上 迸发而出 不断地吞噬着 那金色电芒带来的威能 白虎变 白虎大妖黄 有通天彻底之称 就是因为他能力的全面 攻防一体 其防御力远在孔雀变之上 此时代替孔雀变 承担残存的雷霆之力 而孔雀变 平击住斗转心仪的能力 化解了大部分的攻击 美公子的身体 再次出现了蜕变 他只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 经络 骨骼都在这金色电芒的淬炼之下 多了一层淡金色 精神力更是有更多的完成了转化 神识提升 而随着他自身血脉之力 和神识的蜕变 那银色孔雀也重新恢复了精神 甚至身上还带着一些金色的光芒 肚结的过程 肚结者的实力在朝着神迹进化 实际上是一直在不断提升 和淬炼身体的 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承受雷杰的洗礼 如果承受住了 那就肚结成功 承受不住就要灰飞烟灭 就要看修为的提升 能否赶得上雷杰威能的提升了 三轮雷杰下来 美公子还算是较好的承接了 但雷霆一共有多少道 孔雀大妖王也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何时发动 早已准备好的东西 唐三就站在美公子不远的地方 那六合八荒金煞杰的一些气息 也会落在他的身上 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他也在默默地吸收一些金煞杰的力量 为美公子分摊一些 这种时候他还要特别小心 不能分得多了 以免影响到美公子杜杰的效果 但让唐三有些奇异的发现 自己那金萌变 似乎对于金煞杰的雷霆之力 非常感兴趣 那散乱在空气中的金煞杰能量 被金萌变吸收之后 金萌变都随之变得活跃起来 但唐三也不敢让他过多的吸收 他最大的风险 就是收到这雷杰的影响引动 自己也引来雷杰 他的雷杰只会更加可怕 如果引来了 他加上美公子和孔雀大妖王 必定都会尸骨无存 三轮雷杰过后 天空中的杰云 似乎稍微平静了一下 但唐三的眼神 却是变得更加凝重了 六合八荒金煞杰乃是六八天杰 一共有六八四十八道之多 而且威力会越来越强 刚才这只是三道 虽然第三轮是一下三道雷杰 但在整体只是算一道而已 因此 后面还有四十五轮呢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这种恐怖的威能 换了普通妖怪族杜杰 杰杰都已经完成了 还有富裕才对 在美公子还能够承受的情况下 唐三是绝不会贸然出手的 六合八荒金煞杰虽然恐怖 有生命危险 但同样的 雷杰越强 带来的好处也就越大 蜕变的也就越是彻底 美公子的潜能 在这种情况下 会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虽然这是第八层次的天杰 但也是有一线生机的 这和最后一个层次 十死无生的天杰 还是有区别的 只能说是九死一生 为了美公子的未来 唐三虽然会小心地看护 但也要让他尽可能地 借助这次的天杰 把自身的潜能提升到最大 而且一旦杜杰成功 那他就不是普通的神级 虽然不可能一步跨入 大妖王那个层次 但也有可能成就妖王巅峰了 因此 杜杰虽然困难 但唐三一点都不慌 这是双刃剑 就看如何转化了 轰隆隆 轰鸣再次响起 依旧还是三道金芒 从天而降 但这次不同的是 当那三道金色雷霆出现的时候 一道比一道更快 以至于后面的雷霆 追上了前面的 三道雷霆在半空之中 就已经融为了一道 从天而降 顺闪而至 银色孔雀腾空飞起 斗转星移再现 但这次 那点点星光在雷霆穿梭中 却是纷纷炸裂 以美公子的身体为中心 小岛上的大片植物 几乎是瞬间化为积粉 而那银色孔雀 也是全身电光缭绕 直接被劈得坠落大地 险些被劈散了 美公子郊躯颤抖 口鼻处明显有血丝一出 他的本体身上 也第一次出现了 金色的雷霆光芒环绕 他身上的衣服 显然是宝物 帮他不断过 掳住雷霆的威能 可就算如此 他也是面露痛苦之色 身体剧烈地颤抖住 第623章 盛宴刀出 轰隆隆 没有喘息地时间 又是一道同样的三合一 雷霆从天而降 神使 唐三沉声喝道 紧接住 就看到美公子头顶上方 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在空中化为刀形 一刀展向了那 从天而降的金色雷霆 雷霆四散纷飞 红色刀芒 似乎是经过了雷霆的洗礼 竟是变成了一片赤金色 流光溢彩 美公子口中发出一声闷哼 刀芒重新回归 正是神器圣焰刀 圣焰刀是少有的 能够融入到神石之中的神器 是神石的一部分 在镀截的过程中 借助雷霆之力 也能随之彻底地融入到 美公子体内 圣焰刀同时也是与修罗神剑沟通 辅助修罗神剑的存在 此时单独拿出来应对雷霆 以神石斩雷霆 沾染了一丝修罗神剑气息的 圣焰刀 竟是效果极好 这一幕看得孔雀大妖王 都是眼睛一亮 好神器 四十八道雷霆已过五道 美公子自身正在飞速地进化住 能够看到 他额头上白金色的孔雀金关上 开始浮现出一些精细的花纹 身上的气息也在发生着彻底的蜕变 轰隆隆 四道金色雷霆同时出现 骤然而落 经过之前圣焰刀争取的时间 银色孔雀已经再次回复 腾空而起 斗转星仪带来的星光 明显比之前更加璀璨一些 虽然依旧再次被披落 但感觉上应对的反而要从容了几分 这就是美公子自身修为在进化的效果 修为的提升 自然让他对抗雷结也会变得容易一些 这一次 电光虽然依旧落下 但美公子的伤势却没有加重 经过了连续对抗雷结 他现在也开始有了一些经验了 调整自身能力 正面迎接雷结的到来 这就是底蕴 实力地展现了 天空中的节云金光缭绕 又一次陷入了暂时的平静 但有了之前的经验就能明白 接下来的雷结威能只会变得更大 美公子睁开双眸 美眸之中隐约有一抹金色闪过 他扭头看向唐三 现在他有些明白 为什么唐三之前会说 让他吸收一些雷霆了 真正的开始杜劫了 他才感受到其中的奥秘 那雷霆虽然恐怖而强悍 但当他们与自己的身体 进行融合的时候 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是一种彻底的蜕变感觉 是让自己的精神力与身体完全融合 并且进行升华的变化 受到那些雷霆的刺激 他的身体一直都在蜕变着 前提是 身体能够承受得住 雷霆的持续攻击才行 唐三向他点点头 全力以赴 一切由我美公子双手 在身体两侧地面轻轻一按 一是腾身而起 双手在胸前结印 身体周围荧光闪烁 大量的空间之力 在他已经开始蜕变的神石引动下 向自身汇聚而来 后面的雷杰只会更强 他不知道还有多少 但在这一刻 他眼中流露出的是骄傲的神色 他要平级自己的力量 来对抗着雷杰 而不是始终都要依靠唐三才行 轰隆隆 天空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 大片的劫云 庞扶范围又扩张了一些 也带来了更加狂躁的 金色电光波动 一道道恐怖的雷霆之力 在空中汇聚 六道金色电芒 几乎是同时闪烁 下一瞬 一道璀璨的雷霆顺善而至 美公子冷哼一声 结硬的双手向上引动 与此同时 脚踏玄黄 就那么在雷霆的硬沉下 翩翩起舞 在他身体周围的空间之力 顿时在他的舞蹈带动下 以一种特殊的韵律律动起来 一圈圈银芒化为涟漪 在他身体周围绽放 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在美公子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种空间的场域 在这场域之中 有着变幻莫测的空间波动 那六合一的强大雷霆 撞入其中 竟是瞬间就消失了 能够看到的是 层层叠叠的银芒向外扩张 带着一道道金色闪电 在寝客之间 竟是用空间之力 将那雷霆化为了千百分 再逐渐扩散开来 好一个天机舞 唐三心中赞叹 身形闪烁 褪开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此时此刻 这座小岛 就是美公子一个人的舞台 它的每一个动作 彭佛都蕴含住天地之力 又是如此的优美 每一次迈步 每一个眼神 彭佛都牵引着天地之间 所有的空间波动 那一圈圈银色光运 在化解了雷霆之后 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是更加荧光璀璨 牵引着空气中 更多的空间之力 向它汇聚 毫无疑问 这是它的精神力 在向神石蜕变之后 对空间之力 又有了全新的理解 孔雀大妖王 在远处看的眼神 已经有些呆滞了 当这第六道雷霆落下的时候 他就知道 自己之前的准备工作 恐怕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天机舞 这就是真正的天机舞啊 在这一刻 他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曾经的先祖 能够成为一代皇者 而自己却不行 没有天机舞引导的空间之力 是没有灵魂的 在这一刻 美公子就是空间的使者 是空间的掌控者 也是空间的守护者 哪怕是身为大妖王巅峰的他 也无法做到此时美公子所做的 此时的他 简直是空间之中 翩翩起舞的天使 上千道空间波动 就那么环绕在他身边 环绕在这天地之间 尽管和空中的金色雷霆相比 地面上这不断扩散开来的 一圈圈银色连衣 是如此的渺小 但是 就是这渺小的银色 与空中的金色交映生辉 唐三此时渐渐明白了 为什么美公子所面对的雷杰 会是六合八荒金煞杰了 也唯有金煞杰这种 无比锋锐的雷杰 才有冲破空间阻隔的可能 但同样的 吸收了金煞杰的美公子 也会为自己的空间 在变幻莫测的同时 增加一份属于锋锐的力量 轰隆隆 第七道雷杰 几乎是接踵而至 七合一 比之前更强一步 美公子却是宜然不拒 脚下五步没有丝毫散乱 银色光玉玛荡漾 无数细碎的金色电芒 随着银芒而流淌 扩张到更大的范围 也让那荧光越发地璀璨 美公子自身始终都被金光缭绕 但却在不知道多少次的空间转换中 将她的破坏力减弱 天机舞 真神技也 唐三由衷赞叹 也是略微松了口气 这样的杜劫 对于美公子的好处是巨大的 她现在动用的不只是天机舞 也有斗转心仪的能力 这两大神技乃是孔雀妖族 最核心的强大能力 想要真正的感悟和理解 有什么比在雷杰这样巨大的威胁下 更好的呢 继续这样感悟下去 等到她杜劫成功之后 两大神技也能够融会贯通了 轰隆隆 八合一 九合一 雷霆接连而下 美公子确实都一一抵挡了下来 天机舞的舞蹈变得越来越快 带动的银色光运从最初的直径十米 渐渐变成了直径百米 已经有些无法看清她的身影了 但那空间的场域 却是变得越发的强大起来 整个空间内部变幻莫测 更是带着各种空间 才能带来的奇妙变化 在这一瞬 美公子对于空间的理解与感悟 已经提升到了神级的层次 就连唐三在一旁观看 也不禁对孔雀变的感悟 随之加深了许多 第624章九合一雷霆 这才是真正地孔雀变 真正能够迈向皇者的一级血脉 同样是一级血脉的继承者 是否能够让自己的血脉 拥有成皇机会 那也是完全不同的 都是孔雀妖族 为什么别的孔雀妖族 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不只是血脉的问题 和自身的感悟也有很大关系 孔雀主天机 单纯的努力修炼 远远不够 还需要有强大的悟性 才能让天机更好的掌控 经过孔雀大妖王的教导 祖地的认可 再加上唐三的指引 美公子这才将自己的悟性 真正激发出来 真正地开始领悟空间的真谛 此时此刻 在这六合八荒金煞结的洗礼之下 他的感悟越来越深刻 自身受到雷霆的刺激 进化的也越来越快 八结为一轮 一共六轮 第二轮开始小心了 唐三的声音传出 提醒着美公子 第九道雷霆落下时 美公子自己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同 在原本的风锐之中 金煞结内又增添了特殊的能量气息 那是一种风锐无比的煞气 空间元素与其解除 几乎瞬间就会泯灭 雷霆之力能够引导 但煞气却只能去对抗 当一丝丝煞气传入美公子体内时 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开始在受到侵袭 那风锐的煞气 在他体内不断地冲击 想要摧毁他正在进化的身体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去引导这些煞气 将其排出体外 斗转心仪不只是能够外用 也能够内用 在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以 如果能够近距离观察此时美公子 就会发现 他身体周围开始荡漾出 一层层金色的光雾 这些雾气 就是那金煞之力所带来的 唐三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但他也同样发现 自己的金萌变 对这金煞结的煞气 似乎非常有好感 自然而然的 就会产生出一些牵引 被美公子排出体外的煞气 却是被他在不断地吸收住 这可是顶级雷结 所带来的特殊能量 金萌变在吸收了这金煞之气候 唐三首先感觉到的就是 这超级血脉烙印 竟然又开始了进化 明明已经是九阶巅峰的境界 也没有蜕变成神级 但却就是在进化着 以至于他那吃热的血脉波动 影响着其他血脉烙印 也在加速提升 无疑 这会提前唐三度结的时间 但身为曾经的一代神王 什么东西是机缘 他还是能够清晰把握的 这金煞结的力量 已经超脱了所有修炼层次的力量 牵引吸收他的能量 唐三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这可是绝对的好东西啊 而且本身又和金萌变如此的契合 是金萌变不可多得的好养分 轰隆隆 依旧还是九合一的雷霆 但金色却要更加深邃 六合八荒金煞结的第二轮攻击 煞气增强 每一道雷霆 虽然都和第九道的是一样的 但每一道雷霆带来的煞气 却都要更加强烈 那无比锋锐的气息 已经将小岛上的所有植被清扫一空 甚至连周围的海水都被渲染上了一些金色的光韵 水元素不断地破碎 令小岛周围都出现了大片海水的空洞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庞上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尽管煞气极强 但美公子的斗转心仪也运用得越来越娴熟了 煞气不断地洗礼住他的身体 他却总能将这些煞气完美地排除出体外 更让唐三惊喜的是 这些金煞之气虽然不适合孔雀变 但对于白虎变来说 却实在适合不过 能够看到 一道白虎的光影 在美公子身体周围不断地奔腾跳跃 吸收着这些金煞之气 原本白色的毛发都开始向金色方向发展了 竟然也是在进行着蜕变 而白虎变得增强 反补到美公子身上 就会令他的身体强度也随之增强 对金煞之气的吸收 让他对这种煞气的承受力 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增强 能够引来这么强大的雷结 和美公子拥有两种血脉 也是息息相关的 而在对抗雷结的时候 两种血脉共同出力 自然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此时此刻 就充分显现出了两大血脉相互配合的好处 也让美公子开始逐步感悟 如何能够将孔雀便与白虎便相互融合 一位顶级强者的雏形 就在这样的雷结洗礼之下 正在逐渐成形 孔雀大妖王此时的眼神是有些奇异的 看住女儿在如此强大的雷结面前 依旧能够从容应对 在她眼中 甚至流露出了几分极度之色 她多么希望眼前这杜结的是自己啊 如果当初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又怎么会惧怕金凤大的家伙 无论是她还是金凤大妖皇 实际上本身的底蕴都不够成就皇者的 而在那个时候 对于飞行类妖族来说 有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但为了这个机会也要放弃不少东西 事实上 孔雀大妖皇当初也是愿意去的 只不过 那个机会终究没能落在她身上 但如果当时金凤大妖皇选择为了苏秦 而放弃那的机会的话 这个机会就是属于孔雀大妖皇的 现在成就皇者的可能就是她 所以 这么多年以来 孔雀大妖皇内心深处 对于金凤大妖皇的憎恨 丝毫不比对方对她的憎恨少 金凤大妖皇恨她是夺妻之恨 而她恨金凤大妖皇 是恨对方夺走了自己的机会 可是 就在此时此刻 孔雀大妖皇的心态 却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 因为她深深地感觉到 就算是没有那样的机会 如果对于本族血脉的领悟足够深刻 底蕴足够深厚 那么 也同样能够成就皇者啊 自己不行 是因为自己的悟性不够 或者也不够努力吧 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 根本就不应该去追寻什么外界的力量 而是应该彻底地去开发自身的血脉啊 虽然她也没见过皇者在渡神节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可她却完全相信 此时此刻的美公子 所面临的雷劫 渡劫的过程 绝对不会比任何一位皇者差 只要给她充足的时间 她是绝对能够成为一代皇者的 想到这里 她不禁敏紧了嘴唇 双拳钻紧 加油吧小美 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雷霆一道强过一道 煞气也是不断地增强 以至于地面都被渲染上了一层金色 过了这次之后 这座小岛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办法再生长植被了 第十六道雷霆轰然而下 美公子身体周围荡漾开来的银色光运 几乎是在刹那都被渲染成了金色 在那一瞬间 她的舞步终于出现了些许亮呛 就连身边的那头白虎虚影 都在瞬间凝制在半空之中 彻底化为金色 这是第二轮雷劫的最强一击 恐怖的惊煞之气 在那一刻也提升到了顶点 八道雷劫一轮 至此才算是过了第二轮 后面还有四轮更加强大的雷劫 美公子仰头望天 略微有些喘息 身体里不断地传来 阵阵强烈的刺痛 尽管受到自身净化的变化 神石的蜕变吸收 正在飞速地消化着 这些雷劫的力量 但是 她的消化吸收 以及雷劫抖转心仪去化解 也是需要时间的 第625章海神的祝福 两轮雷劫下来 她地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负荷过大了 就在这时 天空磅扶突然静止了一般似的 就连周围所有的一切 都陷入了短暂的静止 而在她耳边 传来了一个声音 熟悉的声音 是 那是唐三的声音 她下意识地看向唐三 就 在她看到唐三的时候 唐三已经说出了第二个数字 而就在这时 美公子看到的是 在唐三头顶上方 一个七彩光芒闪烁的光球 正在散发着奇异的光辉 一种特殊的波纹 向上奔涌而去 令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短暂地凝制了似的 作为空间的掌控者 她甚至感觉到 并不是雷劫停滞了 而是自己似乎被包覆在了 一个特殊的空间之中 暂时和雷劫被隔绝了开来 八 唐三的声音 再次响起美公子何等聪明 此时已经明白了 她是在做什么 天机舞再起 全力以赴的飞速 化解自身残留的雷霆之力 以及惊煞之气 飞速地让自己 朝住最好的状态恢复 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 也在迅速地提升自己 唐三做的 是在为她争取时间 不是为她化解雷劫 而是让她在雷劫之下 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能够尽快地消化吸收 在自身增强的同时 恢复到最佳状态 来面对接下来的雷劫 七 美公子的吸收速度 还是很快地 之前之所以不断堆积 那是因为 她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消化 而处于成神 蜕变过程中的她 此时正处于 一种最好的状态之中 六 白虎终于重新恢复了活力 身上的金色光芒 被迅速地收敛 令身上的黑色斑纹 渐渐变成了暗金色 煞气也朝着眼眸的方向凝聚 此时的白虎看上去 甚至已经不再虚幻 而是变得极为凝实 本身还是白色的 但身体周围 却阴阴有金色光芸闪烁 一双眼眸 却是已经变成了金色 五 美公子身体表面的雷霆 渐渐消失 扩张在身体周围的光芸 重新恢复银色 一双美眸 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脑后长发飘扬 先前的一抹疲倦已经消失 越发的神采异异 四 美公子深吸口气 舞蹈更快了一些 压制住天机灵 想要出来的欲望 双手在空中牵引 更强的空间之力 飞速汇聚 三 地面上的银色光芸 开始沸腾 无数的空间波动 纷纷展现 甚至能够在那银色光芸之中 看到一些漆黑的空间裂痕 这是空间之力 浓郁到极致的迹象 二 美公子的郊区 略微上浮了几分 白虎身上的金色 彻底褪去 而在美公子自己身体表面 却是浮现出了一层 白色的光芒 充满了强烈杀鸡的 风锐煞气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煞气 一 所有的时间变化 在这一瞬回归正常 天空中的雷霆轰鸣 几乎是瞬间乍响 没有了散碎的雷霆组合 一道粗如水桶一般的 金色雷霆 旁腹贯穿天地的长枪一般 从天而降 锁过之处 空间纷纷破碎 带着大片的扭曲光芒 直奔美公子而来 第三轮 雷霆之力 纯粹的能量强度爆发 没有煞气和雷霆的爆炸 就是纯粹的轰击 最为纯粹的力量压迫 美公子双手推出 身体周围的空间之力 瞬间化为宛如龙卷风一般的 银色风暴席卷而上 轰 荧光炸裂化为无数光与四散纷飞 而那金色却依旧落下 将美公子重新砸回地面 这是第17道雷霆 也是第三轮的第一道 美公子脸色微变 他知道这是不能硬扛的 紧接住 第二道雷霆就已经轰然而下 比之前那一道更加强横 如果不是唐三 带给他十秒的休整时间 美公子觉得现在自己 恐怕就要支撑不住了 脚踏玄黄五天机 脚趋扭转 巨大的白虎冲天而起 一口咬中雷霆 下一瞬 白虎化为惊天煞气冲天而起 竟是与雷霆一同明面 美公子闷哼一声 白虎的身影重新在身边凝聚 但却明显地虚幻了几分 这是用先前凝聚的煞气 硬扛了一道雷霆 但也有了这一道缓冲之后 美公子身体周围的空间波动 重新凝聚 点点星光璀璨闪亮 在他身后 一根根淋雨张开 每一个灵眼之中都爆发出夺目的银芒 化为一点繁星升空而起 第十九道雷霆从天而降 带着更加强大的破坏力 但这一次 荧光扭转 斗转星移 金色雷霆被瞬间撬动 转向远方 轰向虚空 想要化解纯粹力量的攻击 那么 四两拨千斤是最好的办法 美公子撬脸上升起一抹潮红 但眼眸中依旧充满了坚定的光芒 他的性格本就坚韧 越是面对困难 越是迎难而上 看到这里 唐三脸上流露出了笑容 抹了一把自己的鼻血 将他擦掉 头上包覆住七彩天火焰的时空倒标 已经收回 这是这些天炼制之后 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了 而且以他现在的状况 也只能动用刚才那一次 为美公子争取了十秒钟的休整时间 作为美公子的护道者 他的准备自然是极为充分的 比美公子的父亲孔雀大妖王还要充分得多 并不是孔雀大妖王不想给女儿做准备 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女儿所要面对的雷结 会是怎样恐怖的存在 换了普通孔雀妖族杜结 现在早就已经完成了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强度 相对来说 在这六轮雷结之中 对于美公子第三轮反而是最好抵挡的 孔雀妖族的神迹斗转心仪 最擅长化解的就是纯粹的力量攻击 四两拨千斤 用最少的力量去化解最强大的攻击 所以看到美公子完成了对第三道雷结的引导 唐三就明白 这第三轮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唐三闭合双眸深吸口气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同时神石向大海中蔓延而去 无尽蓝海内 小岛周围的生灵 早就已经因为雷结的到来而逃顿了 但通过海水的牵引 唐三还是平击住自己的神石 感受到远方属于海族的无数精神波动 牵引着这些波动 大量的精神力向他汇聚而来 增强着他自身的神石 六合八黄金煞结 真正最难抵抗的是后面三轮 这三轮雷结 是随时都能够将美公子化为飞灰的 想要抵挡 单纯平击他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 降下这样的雷结 本来就是卫面要将他毁灭 才会如此的恐怖 卫面之力是无形之中的存在 为了捍卫卫面的安全 任何破坏这个卫面平衡的存在 都会受到卫面的反噬 想要对抗整个卫面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反过来 卫面也不可能凭空直接杀死生灵 只能是挤住一些特殊的事件来进行影响 譬如就像现在这样 借助雷结的机会 彻底将不安定因素毁灭 唐三渡劫的困难比美公子还要大 因为他带着神石来到这个卫面 更加被卫面排斥 第626章神级美公子 所以美公子现在面对地雷结 是为面对他感知之中 他绝对不可能对抗的力量 但是 这也是卫面唯一一次直接出手毁灭他的机会 一旦让美公子杜结成功 那么 就真的是海阔平衣月 天高任鸟飞了 未来在成就皇者巅峰之前 都不会再有来自于卫面的压制 唐三作为护道者 自然是准备了多重手段的 这些天他也一直在思考 美公子将会面对怎样的雷结 虽然美法直接精准地预测到 是六合八荒金煞结 但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这种八结雷结的存在 刚刚的时空倒标 争取时间是第一张牌 接下来他要动用的 就是第二张牌了 雷霆一道强过一道 但美公子有了之前的十秒调整 让他身体蜕变得更加彻底 自身修为也随之增强 抖转心仪运用得越发顺手 勉强将一道道雷结不断地 引导向周围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 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轰击 尽管如此 他也是口鼻一血 受到雷霆轰击的震荡力影响 自身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势 吞下一颗父亲给的疗伤圣药 化解了第24道雷结之后 他才略微松了口气 有了一分喘息的机会 但在这个时候 他却惊讶地发现 天空中的劫云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金色的雷霆 似乎变得暗了下来 但哪怕是正在渡劫的他 却都有些呼吸不畅的感觉 那纵横在劫云之中 第一道道雷霆 开始从金色 向暗金色的方向转化 恐怖之急的气息 压迫得美公子 不禁为之色变 还没有结束 而且 雷结还是在变得更强 尽管他依旧信念坚强 但在这个时候 也不禁秀眉紧皱 他听孔雀大妖王 讲述过很多渡劫的过程 但他却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此时所面对的雷结 绝对要比父亲 曾经讲述的那些 都更强大得多 第四轮是毁灭天结 带有毁灭气息 准备吸收我传来的力量 唐三的声音再次响起 每次听到他的声音 美公子躁动的心 都会重新变得安稳起来 他扭头看到唐三 看到了他鼻子处 没有擦前进的鲜血 而此时的唐三 右手缓缓抬起 额头上 金色的三叉戟光纹光芒绽放 散发着强烈的光芒 一道金色的光影 徐徐浮现在他手掌之中 那似乎就是一柄金色 三叉戟的样子 只不过十分的虚幻 而也就在这时 连孔雀大妖王都发现了 小岛周围的海水之中 点点水蓝色的光点 升腾而起 那并不是纯粹的水元素 但却绝对是一种 特别精纯的力量 正在飞速地 朝着小岛的方向凝聚而来 唐三手中 那虚幻的三叉戟 朝着美公子的方向一指 顿时 在他身后 一道庞扶 能够撑开整个天地的 巨大光影一闪而没 美公子只是看到 那似乎高达数百米的 巨大光影脑厚 飘扬的是蓝色的长发 下一瞬 一股佩然庞大的能量 就已经注入到 他的身体之中 令他全身都散发出 一层蓝色的光彩 天空中正在变成 暗金色的节云 都在瞬间激荡了一下 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动第四轮雷截 这时 孔雀大妖王瞳孔收缩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个 彭腐来自于 横骨的奇异声音 每一个字都彭腐 蕴含住天地之力 也震荡住周围 大范围的海域 海神的祝福 翁大海随之震荡 大量的海水沸腾 更多的蓝色光点 蜂拥而出 飞速朝着美公子汇聚而来 融入他的身体 让他身体周围 自然而然地 就出现了一片 蔚蓝色的光照 这奇异的力量 滋润着他的身体 几乎是让他瞬间 就伤势痊愈 并且将渗入 自己体内的雷截能量 吸收完毕 那奇妙的力量 虽然没有和他的力量 相结合 但在这时候 他却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能够动用这份力量 化为自己的力量 海神的祝福 他真的是前世的海神吗 前世 自己的丈夫 内心之中 一种异样的感觉 在美公子心头萦绕 在这一瞬 他旁腐感受到了 丈夫守护自己 所带来的温暖 那种感觉 是非常奇妙的 以至于 他甚至在瞬间 都忘记了 自己是在杜劫 轰 炸雷在头顶轰鸣 当那雷霆从天而降的时候 本身已经呈现 为了暗金色的光芒 那充斥着毁灭气息 与恐怖爆炸力的雷霆 几乎是瞬间就落了下来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似乎一切技巧都是徒劳的 点点星光破碎 斗转星移 只能转移走 很小的一部分力量 天机舞带动的银色光运 也是纷纷破碎 那纯粹的雷霆之力 就那么落了下来 这是充满了毁灭性 威能的遗迹 但蓝色的光照 在这一刻撑起了一片天 美公子就在那袋蓝色的 光运环绕下翩翩起舞 不断地将那充满了 毁灭性的力量持续化解 尽管重压无限 可他还是勉强抵挡了下来 轰轰轰 一道道毁灭雷霆 几乎是接踵而来 每一道都是如此的沉重 彭扶能够泯灭一切 但是 无尽蓝海却荡漾起 魏蓝色的光运 就在海神的祝福下 在那毁灭雷霆即将落在 美公子身上之前 不断地层层过炉 将那庞大的能量不断地分解 似乎是用整片大海的力量 来对抗那毁灭的恐怖 美公子身在其中 他能深深地感受到 毁灭雷霆的恐怖威能 但也同样能够感受到 来自于大海的广袤无垠 海水之中 同样也有空间存在 如果自己的空间之力 能像大海那样广袤 那么 无论多么强大的攻击 又怎能奈何自己呢 无形中 他对空间似乎又有了 进一步的理解 在那毁灭之力的影响下 原本还属于 人类范畴的身躯 持续蜕变 毁灭曾经的限制 毁灭了那所有的杂质 唯有升华的力量残留 破而后立 或许这就是毁灭的意义 而那海神祝福带来的 更是创造的力量 是生命的力量 孕育着无数生灵的大海 传递给他的 正是毁灭中的新生 蜕变变得更快了 美公子整个人都在升华 到了这一刻 他实际上已经彻底地完成了 游人到神的蜕变过程 现在已经是真正的事迹了 精神之海已经彻底化为了 神石之海 所有的精神力 都在朝着神石的方向进化 并且迅速完成 他的气质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额头上的孔雀金官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奇异的光纹 那光纹虚幻 带着淡淡的光影 有些像是眼睛 又有些像是淋雨的样子 但很快就被一道红芒所吞噬 取而代之 美公子那一头孔雀蓝色的长发 重新变回黑色 在黑色之中 还多了一抹奇异的酒红色 只有一缕发丝是这样的颜色 但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威压 而他的眼眸 也同样变回黑色 深邃而灵动 突破成功 现在的他已经是神级 而且还是与普通孔雀妖族 截然不同的神级 第627章 天地伟丽 他自己能够感觉到 在自己彻底完成突破那一瞬 天机灵是想要与他再次重新融合的 但却被修罗神剑的剑意强行阻挡在外 没有让他融合成功 而资深的孔雀妖族血脉 却在那一瞬与人类的血脉 白虎的血脉彻底融合 并且是以人类血脉为主导 那两种妖神变血脉 在这一刻都成为了附庸 这也是为什么 他的发色和眼眸的颜色 重新变成黑色的原因 轰隆隆 第32道毁灭雷霆剧烈轰鸣 海神祝福的能量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破碎 那毁灭的力量 从头到脚 再次完成了对美公子的洗礼 以至于他身体周围 都散发着暗金色的雷霆光芒 但在下一瞬 他的整个身躯 彷彿都变得明亮起来 原本就绝美的容颜 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清理绝俗 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眼神 他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抹奇异的光彩 就在这最后一道毁灭 雷霆落下的瞬间 他那刚刚完全蜕变的神石之中 似乎浮现出一些 奇异的光影碎片 他彷彿看到了一些什么 很多光影都是虚幻的 唯有一道特别清晰 那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他们就在一个山包上 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植物 女孩坐着 男孩站在他的身后 正在为他梳拢住长发 女孩翘脸上满是笑容 在他们周围 更是山花烂漫 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 瞬间涌入美公子心头 他没有去看 那并没有结束的雷杰 而是骤然转身 看向那刚刚为自己 完成了海神祝福 蹊跷出血的青年 是他 那个男孩就是他 而那个女孩 是我吗 不知道为什么 两行泪水不受控制地 从他的眼眸中夺眶而出 两人就在那漫天结云的 映沉下四目相对 唐三的心神同样有些恍惚 完成了蜕变的他 越发像前世的样子了 小五 你回来了吗 泪水流淌 甚至将血水淡化 在这一瞬 唐三内心的激荡 更是难以名状 轰隆隆 天空中 暗金色的雷霆 再次发生了变化 原本的黑暗 变成了充满了贵气的紫色 乃至于将整个结云 都映照成了一片金子 遥远的家里城 此时城内高处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遥望住这个方向 当结云刚刚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强者 发现了端倪 只是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是雷杰吗 可是 为什么结云 会是如此的庞大 如此的恐怖 哪怕是远远望去 大海之上 也是一片毁灭地带 是无尽蓝海之中 有什么生物在杜竭吗 但是 哪怕是大妖王级别的强者 此时也不敢去查看 大海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子色的结云 已经到了六合八荒金煞节的 第五轮 这是亡者之节 是天地之间 浩然之力的洗礼 与毁灭不同 它也不是创造之力 而是一种轻压 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 是未面的责问 也是未面的考验 八道紫金色的雷霆 在空中纵横交错 是的 八道雷霆一同出现 当它们落下时 就是一起下落 从第三十三道 到第四十道雷杰 化为王者之杰 碾压一切 美公子的眼前 有些模糊 眼眸中的泪水 也被那雷霆 映照成了金子色 脑海中清晰的画面 渐渐散去 而那些并不清晰的画面 却依旧在神识之中 不断地流淌 自己这是受到了 神识的影响 记忆起了一些 前世的种种吗 或许是吧 那就是他所描述的曾经吗 他没有给自己 讲述过很多 只是说 自己前世 是他的妻子 如果说 当初的美公子 还带着怀疑 只是隐隐猜到 他没有说谎 那么 现在他几乎就可以肯定了 他说的都是真的 神识是骗不了人的 孔雀大妖王 就曾经告诉过他 当精神力 完成像神识的蜕变时 往往能够看到 一些奇特的东西 有人能看到未来 有人能看到过往 甚至也有人 能看到前世 而他看到的 应该就是前世吧 他真的很爱 自己的前世呢 轰隆隆 天空中 八道紫金色的雷霆 彼此碰撞 不断地汇聚 渐渐化为一条 张牙舞爪的 紫金色雷龙 契机已经完全锁定在了 美公子身上 美公子抬起头 眼神之中的泪水褪去 带着几分烦躁的味道 别反 他冷喝一声 双眸在沙纳间 变成了红色 额头上 刚刚形成的那一道 红色光纹 瞬间绽放而出 一道红芒 化为惊天剑 以冲天而起 圣燕刀在那一瞬 彻底地破碎 化为燃料 融入到那红芒之中 而也就在这时 就在结云之上 九天之外 一道红芒 瞬闪而至 惊天 红芒出现的沙纳 就算是唐三脸上 都流露出了 惊恶之色 而那充满审判味道的 红芒 几乎是瞬间 就贯穿了 紫金色雷龙的身躯 雷龙在空中凝滞 而那一道 穿破九天的红芒 却已经是骤然而落 与美公子额头上 射出的红芒 融合在一起 在瞬间落下 落在美公子的额头上 绚烂的红色 将他整个身躯 都渲染成了红色 在那一瞬 美公子身上 所迸发出的 无尽锋芒 甚至连空中的结云 都搅出了一个 巨大的空洞 紫金色的王者雷杰 更是完全破碎 被那红芒席卷 直接融入自身 剑 唐三旁扶看到了一柄剑 曾经的它 是执掌 整个神界执法的力量 是所有神底 都要为之恐惧的 修罗之剑 它是正义的象征 是无与伦比的超神器 而就在美公子成神 在他的心念 受到前世记忆牵引 彷復恢复了一丝 前世感知的时候 那在他神识之海内的剑意 也感受到了 曾经主人的气息 以圣验刀为祭品 强行召唤来了一道 真正属于修罗神剑的剑马 尽管神剑的本体 还不知道在何等遥远的地方 但在那一瞬 它已经远隔虚空 重新找到了它的主人 在修罗神剑面前 惊煞节又算得了什么 重天剑意萦绕 原本在美公子意识中 还在不断尝试着冲击 想要夺回主动权的天机灵 在这一瞬彻彻底底的安静了 就像是一片羽毛 巧无声息地匍匐在角落之中 美公子感受着那神剑的气息 他彷復又看到了 一幕清晰的画面 看到了一个 有着一头蓝色长发的男子 正手持红色长剑 一剑斩杀了一条金龙的样子 在这一瞬 他也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修罗神剑真正的威能 有多么强大和可怕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引动天机灵的力量 这是他的叮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他的画 他已经完全是无条件的信任了 天空中 紫金色的结云 剧烈地涌动住 那一抹紫色渐渐褪去 但是 原本纵横在乌云中的金色雷霆 却开始出现了变化 刺目的金色越来越强盛 以至于无尽蓝海之上 这片巨大的结云竟是渐渐都被硬沉成了金色 化为了金色的云朵 看到这一幕 孔雀大妖王不经脸色大变 以他的修为 此时此刻内心之中都在站立 这是何等恐怖的天地伟力啊 唐三的脸色也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他没有半分犹豫 一闪身就到了美公子身后